这个护工也太黑心了 他将滚烫的开水倒在病人腿上 只为测试对方是否有知觉 洗头的时候因为不识字 还把病人的脚霜当洗发水洗 就说怎么半天不起泡沫 就连喂饭时 护工还只盯着美女秘书 差点就把叉子捅病人眼里 甚至是刮胡子 都刮成这样 这样 还有这样 可就是这么让人不省心的护工 身为富豪的病人却点名要他 而这一切都只因一次跳伞事故 导致富豪的爱妻意外离世 他自己也全身瘫痪 只有头不能动 为此他面试过很多护工 但要么太过震惊 要么就巧舌如簧 没一个能赢得富豪的心 可知道一个痞子的出现 这才富豪眼前一亮 小黑刚登场 就拿着拒绝信拍到桌上 让他们赶紧签名 自个儿还赶着去拿钱呢 即使小黑满嘴跑火车 说自己没文化不懂护工之事 还对着女秘书一番调戏 但富豪却没有嫌弃 反倒让他明天再来 自己则会签好文件 而等到明天 小黑如约拿到文件 可在临走前 富豪却说你只拿救济金生活 不会感到羞愧吗 要不让我试用你一个月 工资肯定比救济金好 哎算了算了 你应该也熬不过两星期 小黑这一听 人立马就急了 当晚就收拾好行李 住进了富豪家里 上岗实习第一天 老护工在那用心讲课 小黑却睡成猪一样 让他把富豪抱上轮椅 结果差点就把对方脖子也搞瘫痪了 洗澡擦屁股什么的都是小事 最让小黑受不了的 还是要给富豪穿这种 促进血液流动的丝袜 他内心百般拒绝 娘们才搞的东西 我凭什么要给你弄啊 哪知富豪一个反击 你不也带着精致小耳钉吗 瞧瞧 还挺漂亮的吗 然而这天 管家却从小黑包里 翻出了一把蝴蝶刀 朋友劝富豪辞掉小黑 说对方之前因抢劫 刚蹲完六个月的牢 而且这种平民哭出来的人 肯定没有同情心 但恰恰没有同情心 富豪就需要这点 小黑总会把电话递给自己 是因为对方常常忘记富豪瘫痪 总是把他当成正常人对待 所以对此 富豪为什么要吵到对方呢 你敢相信 这幅画居然要三十万元 小黑难以置信 喷摊笔血到纸上 这你压得叫艺术 尽管小黑不懂富豪眼里的艺术 但他明白对方真正想要什么 出去游车核实 小黑都不愿把富豪 放在残疾专用车厢 只因他觉得 这就像是对待畜生一样 他掀开旁边的马沙拉蒂 说这家伙配上你 那才叫待进 见有人把车停在家门口 暴脾气的小黑可不惯着 上去就拽下司机 按在静停牌上反复摩擦 有了小黑的陪伴 富豪每天都过得开开心心 毕竟只有这个人 是唯一一个对待正常人 般对自己的 然而这晚 小黑发现富豪躺在床上 呼吸急促 是吃药所带来的的副作用 他耐心地让对方冷静下来 可即使是守在身旁了 富豪都还是没有好转 小黑只能把他抱上轮椅 推到了街边看夜景 这才让富豪恢复正常 为此 富豪也对小黑敞开心扉 在出事前 自己的妻子连续五次流产 他想着带对方去跳伞缓解痛苦 结果却换来妻子离世 自己也终身瘫痪 毕竟比起肉体残疾 精神残疾才是最大的残疾 说完 富豪表示一个月试用期一到 恭喜小黑正式转正 之后一天 小黑发现富豪有个 从没见过面的女比友 于是他找到比友电话拨打过去 直接就塞给了富豪 最后一天话中 嘴角的微笑就没下来过 甚至小黑还找了富豪 做轮椅的帅照 一番苦口婆心 这才说服对方 把照片寄给比友 可晚上富豪却打退糖果 偷偷换上了自己 瘫痪前的照片 没多久 比友寄来回信 不仅邀请富豪约会 还寄来了自己的照片 富豪看着比友的美照 嘴都笑裂开了 甚至在约会当天 他都为自己的服装搭配 纠结了一上午 等到了餐厅 由于没有小黑的陪伴 富豪整个人都心慌慌的 害怕比友看见自己是残疾 会直接扭头闪人 就在见面时间的前几分钟 富豪还是决定了离开 而那位与他擦肩而过的 正是比友 这是个全身瘫痪的亿万富豪 他全副服装 跑去和人玩跳伞 尽管自己就是因跳伞而残疾 但也只有在空中时 他才能忘记所有烦恼 可旁边的护工小黑不行了 看着脚下万米高空 尿都快给吓出来了 然而两人回家后 小黑却发现弟弟居然找了上来 自己的故事 亲生父母早年抛弃小黑 直到他八岁才被领养 而在养父死后 养母就多次改嫁 这就导致兄弟姐妹越来越多 富豪听着这一切 觉得不该让小黑 照顾自己这残疾人一辈子 是时候让其担任 其长子的责任了 尽管大伙都很不舍 小黑也只好和他们告别 望着他离去的背影 富豪都不经常看 仿佛生活又回到了过去 而刚走出豪宅 小黑就发现有车停在门口 但这次他不再暴力想想 反倒用语言 礼貌地让司机离开 在他走后 富豪就找了新护工 可对方过于震惊 每天穿着一身白大褂 让富豪感觉自己像在病院一样 在以前还能和小黑 肆无忌惮地抽烟 现在新护工都坚决不让他抽 为此富豪越来越颓废 不仅逼走了很多护工 还因为不想他们碰自己 胡子都拉里拉遢 而小黑这边 在面试工作时 他能对着墙上的画作侃侃而谈 言语间充满幽默 面试官都对他心动不已 哪知这晚 富豪再次副作用发作 护工想给他喂药 他都硬是骂跑了人家 没办法 老管家只好叫回小黑 让他带富豪出去散散心 随即两人坐上轿车 在街头火力全开 结果车速太快 还引来了交警的逮捕 见状 小黑立马吸睛附体 说富豪病情发作 再晚一步送去医院 人可就没了 富豪也赶紧配合 大吐口水身体颤动 这才骗过了警察 还让他们给两人开路 这段路途 别提两人笑得有多开心了 等到隔天 小黑就为富豪刮去胡渣 并将对方带到餐厅 说这次你逃不掉了 富豪一脸猛逼 直到比友出现在他面前 而这就是改编自真实故事的电影 处不可及 现实中 富豪已经在婚 并领养了两个女儿 小黑的原型也成了企业主管 已婚育有三个孩子 直到如今 两人都始终保持着身后友谊 那么短短人生 你又有几位这样的老友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